请作为同修 先开注解 六百一十一页 六百一十一页 请看第三行 三 恶鬼难 恶鬼道中受苦无量 章鱼见佛文法 事故明难 我们在上一堂课 跟大家汇报 佛门所讲的八难里面 前面两个 一个是地狱难 第二个畜生难 今天我们接着学习后面的六个 第三个是属于恶鬼难 为什么说生到恶鬼 是属于遭难呢 因为他在这个法界里面 方方面面 不禁如意 看他的名称 你就知道了 他的日子很难过 恶鬼 所以在轨道里面 这种生时间长 因为他寿命比出生道要长 比人也长 他的一天相当于人道的三十天 环境很不好 在轨道里面 大家听闻不到正法 这是他的苦 这是他的难 再看第四个 这讲到天上 长寿天难 为此天 以五百节为寿 即色界第四禅宗 无想天也 言无想者 以其心识不行 如兵语则从 外道修行 多生其处 仗于见佛文法 是故名难 在世间 也有许多人修行 他们修得不错 也得这个禅定 但是佛们所讲的禅定 它是定中有慧 慧中有定 定慧均等 假如我们修定 但是这个定超过的慧 容易昏沉 那如果我是慧超过定 这个人 他就妄想比较多 所以在这里 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天上的 无想天 这是色界里面 第四禅 这是最高的 里面的无想天 他们寿命很长 五百节 为什么 说他这个是 无想天呢 因为他修的是 无想定 这里还举了个比喻 就好像是鱼 被冰在江河里面 一动不动 大家也没看过冰鱼 还有一种例子呢 就是折虫 这是在土壤下面 它是在这个时候呢 身体不动 神识呢 昏迷 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呢 不要求生 天道 因为这个 无想天的天人 是福报答 可是 五百节之后 他就要堕落了 因为他的寿命到了 他的定功呢 就会失去 他的定功 只不过 保持五百节而已 到最后 堕到哪里去呢 许多都是 堕到地狱里面去 这是非常可惜的 在那里呢 听闻不到正法 这是他 最遗憾的地方 第五个 是北玉丹越难 这是我们常说的 北巨卢州 我们现在在哪一州啊 你不要打得太快呀 澳洲 或者说大洋州 不是那个意思的 是同一个州 但是我们这个州的范围 就远远小于 北巨卢州 我们现在是在 南瞻部州 北边是北巨卢州 东边是东盛省州 西边是西流祸州 我们在下面南部 范围玉丹越 华言盛处 为此处赶报 盛东西南三州也 这个北巨卢州 把它翻成中文呢 北巨卢也可以叫做 玉丹越 翻成的这个名称 不一样 它的中文意思就是 盛处 比较殊胜的地方 为什么这样讲呢 它比东盛省州 西流祸州 南占部州 要好 比如说 他们是 命无中有 一般大家的寿命呢 是平均一千岁 这个当中呢 基本上 看不到 听不到 夭折的这个现象 所以人家复报答 可惜的是 为主乐顾 不受教化 日子过得太好了 什么都是称心如意的 所以他们就不愿意 接受佛菩萨的教会 因此大家到寺院里面去参观 一般古老的寺院呢 都有伟陀殿 大家看过 它那个上面匾额 写的是 三州感应 东边西边南边 这三大州 伟陀菩萨要去护法 因为那里有正法嘛 可是 唯独在北居卢州 没有佛法 所以他老人家呢 就没有去 是以圣人不出其中 阿罗汉 皮兹佛 佛菩萨呢 都没有到那边去 因此他们寿命到头了 都一直听不到佛法 这是非常惋惜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